4G准备要开台了 手机规格也不断的提升 从国人开发出了八核心晶片之后 现在有很多手机大厂 智力研发八核心手机 最先登场的是包括 Full HD还有前后相机 1300万画数 希望能够吸引三星迷的尝鲜 不过如果要等一线品牌的话 可能要到明年第二季了 时尚新机越炫越好 但功能已经开始打破品牌迷思 价格探底的白牌机 规格向上提升 上个月才发表的八核心处理器 Full HD萤幕 再加上超高画质相机 规格超越一线品牌 但价格却是一半不到 实际用ATP软体测试 八核心的手机已经跑完 但四核心的还在抹 基本上的话 你开网页就会有很明显的反应 像比如说你点那种雅虎首页的话 它比较多图片 那一般那种双四核心的话 它可能图片显示会比较慢一点 在玩游戏或者是跑一些影片 或者是下载一些东西的部分 那其实就差很多 高规低价卡为市场 因为一线品牌的八核心机 还得再等等 我相信到明年的 差不多第一季第二季之后 八核心会更加 现在主流是核心嘛 因应高速网路电信业者 先着力软体开发 提升规格 一线品牌才刚要动起来 就是上游戏 它在某压力 像我们的一样 就要不再拔 就要不再拔 就是这个